泰鲁阁国家公园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打卡地标 它是横跨利无息的山岳吊桥 在日治时代兴建 今天早上正式启用 由于国旅大爆发 加上正值暑假期间 为了控管人数 全部都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 每天会有四场说明会 每一场限定200人 所以算下来一天只有800个人可以入场 从12月21号这段市营运期间的报名人数 到现在都已经全部额满了 开馆处也要提醒大家 在防疫期间 还是尽量分散人流参观 优美族曲回荡在峡谷间 泰鲁阁国家公园的打卡新景点 山岳吊桥在上午正式启用 搭上国旅吊桥启用首日人潮就大爆满 想要在市营运期间12到21号 目睹吊桥的美景可是一味难求 为了控管人数 全部采网络预约 每天分4个导燃场次 每场次200人 一天限量800人入场 7号一开放就涌入报名人潮 下面吊桥横跨利物溪连接峡谷左右两侧 东可看利物溪蜿蜒流向西可俯瞰燕子口的太鲁阁峡谷 美景尽收盐底 它全长196公尺在日治时代新建时曾多次改建 但开路驾山时不胜回损 由于距离溪谷153公尺修复难度高 直到4年前才重启改建 出家期间不少民众首选到花冬旅游 泰管处欢迎游客来山岳吊桥参观太鲁阁之美 也不忘建议防疫期间分散人流才能有舒适的体验环境 记者曾经夜花莲报导